跟着我李则同带你走边弯曲的各个景点 平时不用上班的日子一定会让自己睡到够 没有10点多都不会起床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早餐 早餐就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我就算家里没有特别好吃 我怎么都一定会做些东西来吃 假期就是最适合洗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今天有三机衣服要洗 所以就要很早开始就要洗了 洗衣期间我就会开始化妆换衣准备 但每一次我化妆之前都会做一系列护肤 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干的 所以我需要用一些极致补水 那我就用这个护肤三部曲 洗面、面膜、爽肤和润肤 我用了这个洗面奶很久了 因为我最怕很干的洗面奶 因为太干了我发面就会出很多面油 然后就会生很多暗瘡 但这个洗完之后是完全不会干的 洗完后就是敷面膜的时间了 平日其实我都不太做面膜 我都是留下期间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把精华推到脖子上 敷面膜就记住不要敷太久 不然面膜就会反吸你面部的水分 我平时就大概敷15分钟左右 敷完就是做平时要做的步骤 就是爽敷、润敷 现在天气这么干燥 就一定要塗够Face Cream 它这个Face Cream是奶壮 你这样倒出来 是比较水壮和稀 但其实实际上 你塗上面的质地是比较厚 它这个Face Cream其实挺滋的 真的可以完全抵抗这些那么寒冷 和那么干燥的冬天 终于做好护肤了 是时候化妆了 因为今天约了朋友出去拍照 所以选择穿这件泡纹的TOP 这个星期日就没什么特别事好做 所以我就决定去做Face Cream 今天想做个热石按摩 因为平时坐office太久了 搞到我的肩膀和颗又有点酸有点软 哇,这个按摩简直是一流啊 美容师用专业手法书筋活络 还加入这个热石治疗法 温和地舒缓我的肩颈疼痛 今天就不仅是做按摩的 我都选择做Face Cream 因为最近转天气 所以皮肤比较差 皮肤有干,有生暗粒和暗瘡 所以就想决定做一个保水和深层清洁的Face Cream 我好喜欢这间美容中心 是因为他们和其他美容院很不同 这个美容中心是注重养生 他们认为女人的美是由内至外 要有好的皮肤 必须有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养生开始 他们最特别是有自己调制的养生茶 是帮助女士行气活血 改善这个肤质和肤色 他们还有其他身体部位的保养服务 他们的Facial和Twitter服务 都是以养生的角度出发的 好了,这就是平日我会做的事情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